美方时不时就会发表这种疑己夺人的错误言论 根本原因在于始终没有看清世界和平发展大势 没有走出零和博弈的思维定势 其所谓维持决定性优势 无非是想一家独大 继续以霸权行霸道 谋一己私利 中国绝不走追逐霸权 国强必霸的老路 如果要问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那就是做更好更强的自己 不断提升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能力 为维护世界与地区的和平稳定 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